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资本主义是靠抢壮大的吗 我们上一次报告的时候 是借由一个叫做自由政计划 的数百人历经将近十年的时间 共同企图建设自由的 符合他们理想的社会的一个失败的实验 透过这个失败的实验 说明理性 逻辑 还有自由 这些美好概念的多元 以及如何集体实现目标的困难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小规模的短时间的实验 不足以说明永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困难 所以我们今天要以资本主义这个影响 超过半个世纪 最近这半个世纪 这个世界走向的一个大规模实验 长时间实验来跟各位讨论 我们要实现永续发展目标 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在上一次自由政计划的报告的时候 我们已经简单地说明了 永续发展目标跟自由这个概念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从自由的概念来看 永续发展目标 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贫穷是匮乏 教育是跟无知有知有关 或者是第十六个目标 和平 正义 以及有能的组织 或者政府跟战争有关等等 所以从自由的角度来看 永续发展目标 有它非常多的 我们看得到的困难 那也因此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永续发展目标 因为它代表着世界联合国 所有国家共同认证的 期待解决的问题 它是目标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需要被解决 而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 现行的组织法规制度 运作的结果吗 那而这些法规制度 组织是怎么来的呢 是过去多数人的选择 累积演化而来的吗 另外一个就是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是过去半个世纪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主导世界运行的意识形态吗 今天我都会做一个 简单的说明报告 然后透过这个说明报告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这个意识形态 它的起源 它的本质 跟它的运作 那我们了解 永续发展目标 今天面对的问题 我们如果真的能够了解它 当然我们才有可能探索 这个如何治理 我们这个题目里头 系列题目 环境 社会 治理 那个关键字是治理 怎么样能够找到治理的解方 来实现永续发展目标的必要工作 所以今天的报告 是会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的起源 来跟各位做简单的说明 那在这里我特别 要跟各位报告 这里我用的意识形态 它的定义 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学者 有不同的定义 我挑的定义 是一位法国的学者 叫做Thomas Piketty 大家可能记得 他在大概五年前 写了一本书 当时有引起很大的回响 叫做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他在后来又写了一本书 书的名字就叫做资本 与意识形态 Capital and Ideology 他在这本书里 他定义了什么叫做意识形态呢 他说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 该如何建构的一些鲜艳性的 好像有道理的想法与对话 这个好像有道理 它的英文版是这么说的 是说Plausible 我把它翻译成好像有道理 所以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看哪一个意识形态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可能要各位 大家一起 我们一起来讨论来判断 那这里的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 你这个意识形态 认为的社会该如何建构 它的起源怎么来的 这是今天我报告的 这个核心的重点 为什么我说过去 大半个世纪主导世界的 这个意识形态是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呢 我们看这是1989年的 夏季号的一个季刊 叫做National Interest 国家利益 这个夏季号季刊 它的第一篇文章 叫做历史终结了吗 因为它有个问号 作者是一位 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叫做Francis Fukuyama 这个福山教授 他在National Interest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还颇长的 后来他把它写成了一本书 叫做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那各位注意看这个时间 这个文章发表的时间 是1989年的夏天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1989年冬天的时候 柏林围墙才倒塌 所以他在当时 福山在当时写这个文章 是蛮了不起的 因为他等于预见了 这个共产主义的解体 他在这篇文章里头 回顾了西方的 这个政治思想的历史 从哲学家 19世纪 什么黑格尔等等 一直谈到 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然后我只挑了一句话 他在这个文章里头 他写 在回顾之后 他后面写到 当然中间有一次大战 有二次大战 有法西斯主义 有共产主义 这些政治思想的演变 在最后他这么说 他说 但是这个世纪 指的是二十世纪 这个世纪始于满怀 西方式自由民主 终将胜利的自信 在世纪将近的时候 又绕回起点 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 或是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的趋同 而是得到 经济与政治 自由主义 不须脸红的胜利 他的原文我附在底下 unabashed 我把它翻译成 不需要脸红 就是胜利了 这个西方的自由民主 这个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胜利了 所以这篇文章 当然那个时候 引起很大的回响 那他也告诉我们说 的确过去这半个世纪 主导整个地球大的 这个趋势 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应该也可以说 今天世界面对的许多 永续发展目标 想要面对的问题 包括贫穷饥饿 到第16个 讲的战争等等 应该都跟这个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 种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 应该是我可以用这样子 来说服大家 我们要了解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才有可能实现永续发展目标 做好这个环境 社会的治理工作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过去这半个世纪 最主导的西方国家 最主导的国家 当然就是美国 也因为这样 我们当然应该要去了解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那因此呢 在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 美国这个国家的 这个起源的种种 在这里我用的是 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版的 独立宣言的中文翻译 我附的这个是 他前面的这一段话 这个宣言的翻译 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认为 下面这些真理 是不言可遇的 不言而遇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 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而政府的正当权利 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 而产生的 美国在台协会 这一段独立宣言的文字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读到有非常大的感动 觉得哇 这个国家对人的平等 人的自由 追求幸福的这种表达 是多么的高 但是当2019年 我读到纽约时报 1619计划的系列文章的时候 我又有不同的感受 这个关于独立宣言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撰写人 是他们的这个 曾经当过总统的杰弗顺 杰弗顺在写这个宣言的时候 是在费城 他的家在维吉尼亚州 到了费城 在自己租的房子里 带着可惜的这个折叠桌 打开来坐在桌前 构思独立宣言的文章 然后在构思这段时间 服侍他的 是一个叫做 Robert Hammings的黑奴 这个黑奴是谁呢 是他的太太 同父异母的兄弟 可是因为他的母亲是黑人 就是杰弗顺的岳父 是白人 养了黑奴 跟他的黑奴生了孩子 依照当时美国的法律 小孩是 种族是跟母亲定 所以他的舅子 等于杰弗顺的舅子 是他太太的奴隶 跟着他到费城 去服务他 服侍他 所以当我知道这样子的背景 就非常大的感觉 这个讽刺荒谬 因为怎么会有一个人 奴役黑奴 同时可以写下 那么高尚的文字 这是对我来说是 不可思议的言行不一 那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 纽约时报这个1619计划 这是纽约时报1619计划 出版后 这个时间点非常有趣 各位看这个时间点 这篇为什么我们要出版 1619计划这篇文章 是2019年12月20号 可是1619计划的文章 开始出版是 2019年的8月中就开始了 一系列的文章 这个我的推断是 纽约时报这个报导 应该是让美国人 非常的不舒服 有非常多的争议 讨论甚至抗议 所以纽约时报 才最后在12月的时候 出了这个说明 为什么我们要出版 这个计划里头 这么多篇文章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把它放在我的头影片上 他说 透过承认此一可耻的历史 透过努力尝试理解它 对现在的强力影响 或许我们能够准备一个 更正义的未来 那是这个计划的期望 所以这是纽约时报 说明为什么要出版 这一系列的文章 讲美国的可耻的历史 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 也是希望透过我们了解 资本主义的可耻的背景 了解今天永续发展目标 面对的问题与挑战 我们才能够想清楚 我们要怎么样去治理它 实现它 那我这里 这一个报道一系列文章 非常多 我只挑了三篇 其他的 我鼓励各位有机会的话 要去读它 所以我要把这所有 他讲的文章 都跟各位简单的勾述一遍 这个系列报道的第一篇文章 叫做The Idea of America 美国这个概念 作者叫做Nicole Hannah-Jones 这个作者在今年 在美国又引发一个轩然大波 因为北卡罗奈那位大学 董事会拒绝给他 教授的永聘资格 那我的系列报告 因为没有谈到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 受资本主义的 这个冲击也非常的大 只能另外早就会说了 但是这里我要提一下 Nicole Hannah-Jones 这个人 因为他是整个 纽约时报这个计划的起始人 所以第一篇文章 也是他写的 我等一下会报告 第二篇是讲资本主义 作者叫做Mathieu Desmond 他的这篇报告 我会挑重点 给他做报告 那作者名字 我没有变红的 我就不报告了 其中第三篇是讲 美国现在的健康医疗体系的broken 它是一个破损的 一个健康治疗体系 我们知道美国的健保体系 非常的糟糕 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台湾的健保体系还不错 然后关于美国的交通的问题 是第四篇 还有不民主的民主 第五篇 第六篇是再次讲 美国的医疗都不平等 第七篇讲美国的音乐 我们知道美国的流行音乐 有非常多的黑人音乐的背景 从爵士南调到rock'n'roll 如果各位看过 最近有个电影叫做绿皮书 可以看出来 连古典音乐都有黑人的音乐家 接下来一篇是唐 讲唐 这一篇我后面会等一下再做摘要的报告 然后讲美国的司法犯罪处罚体系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世界 从绝对人数和人口比例数 都是世界第一的犯罪国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的犯人总数世界第一 连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和印度 的犯人数都没有美国 总人数多 那当然人口比例也都没有美国多 美国在这方面是世界第一 然后这个贫富不均 当然这个纽约时报不能是 全部都没有希望 所以它后面有一个报导是照相集 是hope 然后400年的文学的时间表 另外它有一个特别的blogship 里头有两个报告 一个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教这个 讲他们学校教育里头 教育内容的偏颇隐藏 另外一个就是简单的奴隶的历史 最后有一个audio 这个声音档是讲这个1619计划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导 当然关于这个奴隶制度的书还很多 奴隶制度并不是只有美国有 所以还有英国的 欧洲的 我因为只能读英文的 所以我知道的比较多的是英国的跟美国的 后面我等一下也会带到英国的历史学家 对英国对奴隶制度的研究 接下来这个是1619计划的第一次出刊 是2019年8月18号 这里有它的周日的纽约时报杂志 跟永续发展目标的关系 我就把它连起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贫穷 饥饿 健康 教育 还有这个工作 decent work 第八个目标 decent work 奴隶的工作不可能是decent 是被奴役的 然后第十个是关于平等 第十六个是关于和平 正义 以及这个strong institution 我觉得这些都跟永续发展目标有关系 其实其他好几个也都有关系 但是我把它挑我觉得最重要的 各位看刚才那个照片里头 是一张拍卖单 各位看这个拍卖单 上面大标题就是奴隶 slaves拍卖单 时间是1858年的3月25号 礼拜四 我们要拍卖这些黑奴 各位看底下有 这个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各位看那个编号 一号 二号 三号 就是被拍卖的物件 只是它不是物件 它是人 每个黑奴都有名字 有年龄 甚至有生理的特征 比如说这个第三号 名字叫做Tom 他的幼稀不好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那个拍卖单上身体好的 他还有一些 fully guaranteed的 保证品质 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是觉得 哇 原来那个时代的人 是这样子看待这个黑奴的 那为什么这个1619计划 叫做1619计划呢 因为1619年的8月 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 被带到了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叫做 Comfort Point 叫做舒适角 海湾里头的一个狭角 叫做舒适角 20几个黑奴役被卖到了英国当时在维吉尼亚州殖民地的那个殖民者 那个照历史记录看到是市长还有几个商人出面来把那20几个黑奴买下来 那这些黑奴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是英国海盗 从葡萄牙人手里抢来的 所以这个抢是真的是抢来的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奴隶的历史 原来最早是教皇 教皇当初这个次令准许葡萄牙人有专属买卖非洲黑奴的权利 然后西班牙人有专属掠夺美洲财宝资源的权利 所以葡萄牙西班牙被教皇分别授予他们这个权利 所以我们了解原来天主教也有这么黑暗的历史 那为什么英国人要去抢呢 因为各位如果看过莎士比亚的剧或者看过电影就知道 亨利八世为了要换老婆跟教皇决裂离开了天主教 所以英国后来为了要扩大自己的势力 所以英国女皇 这个伊丽莎白当时就跟海盗合作 授权海盗 你们可以去抢 抢来以后 这个就变成这个你们可以卖的财产 所以这个荒谬的世界 我们看到历史 这个黑奴制度跟资本主义有非常密切不可分的历史 我这次报告题目为什么叫做资本主义是靠抢壮大的吗 原因就是我读来的这些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来欧洲的西方的这些国家 在奴隶制度里头每一只手都是沾了血的 那另外我还特别提言那个新闻 是比利时国王这个因为过去在刚果殖民时代做的事 所以在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的时候 这个Leopold二世 比利时这个国王的雕像就被推倒了 我想借这个让大家了解到 为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 是美国人发起的运动 在欧洲非常多的国家都引起很大的回响 因为殖民世界我们知道有太多的国家了 包括荷兰 包括德国 包括比利时等等 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是被日本殖民的50年的地方 所以殖民者的想要告诉我们的历史 我们自己要有所警惕 那这是第一篇 Niko Hanna Jones讲这个关于美国这个概念的那篇文章里的 一张照片 各位看这个老照片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照片里的这个军人是瞎子 这个军人叫S.Woodward 这张照片是他跟 他瞎了以后跟他妈妈的合照 这个军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为了报效国家 加入了美国陆军去打仗 在战场上的表现让他得到了作战奖章 叫Battle Stop 然后在战争结束之后光荣退伍 然后退伍的当天 穿着军服坐巴士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退伍才四个半小时 就因为要上厕所 跟巴士司机有了争议 警察来就把他打下了 所以这个作者 Nicolas Jones在这篇文章一开始 就讲他年轻的时候 一直不懂为什么他的父亲 会在他家的院子里 每一天都会升起国旗 他家前面的院子里有个旗杆 升起美国的国旗 他家的墙 那个木房子墙漆会掉了都不漆 旗子旧一定换新的 那他在董事之后 少年青年的时候 他一直想不通 说为什么这个国家 对我们黑人这么坏 他爸爸还要把那个国旗升起来 所以他把他家里的背景 简单地说了一下 他的家族是他的祖母 从南方垫农种棉花 过的日子是 早上还没看到太阳 就起来夏天 到晚上太阳已经下山了 才回家的这种辛苦的日子 受够了 所以他祖母带着他们全家 往北迁 迁到这个号称 不歧视的美国的北方 结果发现北方还是一样 那他爸爸为了让家庭生活改变 所以决定从军 结果从军回来 也没有什么好的改变 所以这个少年的他 一直不觉得 这个美国对他们好 他爸爸为什么那么爱国 还要把那个国旗 把他升起来 而且还要维持国旗是好的 不能稍微有一点点旧 或者是风吹了 有一点点破裂 到后来才懂说 原来他爸爸是要告诉这个世人 邻居 美国之所以变得比较民主 是因为黑人 美国因为黑人也变得比较富有 黑人对美国有非常多的贡献 所以这样子一篇文章 各位可以想象 在美国当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也因为这样 所以尼库哈拉·纯斯本人 今年想要去北卡大学历史系 当教授做永聘 北卡大学的校董会就不同意 因为我们知道北卡是南方的州 虽然他叫North Carolina 可是他是南方的州 他是曾经养黑奴的州 到现在还有非常多 有种族歧视的人 所以他们的校董会 不给他永聘 可以想象是可以想象的 那个争议是非常大的 当然后来这个校董会 终于受不了埃安利 给了这个尼库哈拉·纯斯 永聘的资格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 尼库哈拉·纯斯 当然就拒绝了 不要去 我不要接受这种 很让人这个 所以北卡大学 大学是这个颜面丢劲啊 暴露了到21世纪的今天 美国这个国家 种族歧视的问题 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 接下来跟各位报告 那个唐的那篇文章 唐的这篇文章 告诉我们说 这个唐跟原住民 美国原住民的被歧视 跟今天会有美国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也让我们知道 海地这个国家 为什么到现在还那么不幸 海地的人民生活那么悲惨 因为唐是哥伦布 最早带到美洲大陆 哥伦布第二次 这个去美洲的时候 就带了甘蔗 去了海地 在海地种 然后海地 因为唐是一个 非常劳力密集的产业 这个需要非常多的人力 所以海地 是最早有大规模的 黑奴的地方 这个海地最后 所有的海地的原住民 是被杀光了 海地剩下 现在有的人 全部都是 这个非洲去的黑奴 或者是 后来去殖民的 这个欧洲人 海地的原来的原住民 整个被占掉 那个被杀光了 整个海地土地 都是变成这个殖民者的 那海地也是 最早黑人开始抗暴 所以在 十九世纪初 海地是最早抗暴成功 把法国人给赶走了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当时的拿破仑呢 就不想在美洲殖民 也就答应了 把美国的整个 密西西河比河流域 叫做Louisiana Purchase 把它整个卖给了美国 那美国又没钱 足够的钱买 所以他就去跟欧洲的银行 包括英国的巴林银行 好 等等去贷款 来把这块地卖下来 那这块地买下来干嘛呢 种甘蔗 种棉花 那可是这个地是谁的 明明就是美国印第安人的 美国人 堂而皇之地 就把印第安人赶走 把那个土地占下来 变成了棉花农场 变成了甘蔗农场 所以这个我非常简化地 把这一段剥削 这个掠夺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资本主义的本质 中间的那个残酷 那个对他们歧视的人 的那种无情 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在经营殖民农场 要怎么样让这个黑奴 能够有最大的生产力呢 那就我们要看另外一篇文章 这个Capitalism 那这篇文章的这个标题 叫做要了解资本主义的无情 必须从殖民农场开始 在这篇文章里 他附了一张照片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里 是这个被打的黑奴的被 我们看到他被上的疤痕 那个密集的程度 我们难以想象 就哇 不知道要多严重的打 才可以留下的疤结痂以后 变成这么可怕的疤痕 那从他们的这个历史学者的研究调查发现 这个打不是愤怒 不是出于愤怒 打是经过规划 经过计算的 而且还要有这个大老板同意 才可以打 这个大老板同意要打 什么样打 打的目的 是经过设计 是理性的 是从资本主义赚钱的角度来出发的 因为每一个黑奴 都有规定的工作的量 比如说在采收 这个棉花成熟 在采收的时候 那个棉花 那个黑奴是排成一排 各位如果看那个电影 叫做台湾翻译叫《绝杀逆》 那个Neo Nato DiCaprio演的 Jango Unchain 我们看到那个黑奴在田里的时候 拖着一个大的袋子装棉花 他的安排 连安排都是有设计过的 踩得快的人 旁边要带着踩得慢的人 踩得快的人在前面走得快 后面的人就会有压力 那踩快的人 如果踩太快了 并不会得到奖赏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原来有能力踩得快 你第二天的配额就变多了 所以对黑奴来说 是非常辛苦的 这个面对着有计划的 压榨他们的劳力 那这篇文章的一开头 却举了一个21世纪的人的例子 各位看到 这里这个叫做马丁石克雷里 Shrek雷里这个人 这个人现在在牢里头 因为内线交易 违反了美国的政权交易法 被关起来了 他之所以成名 是因为当初他诟病药厂时候 他买下了一张一个药厂 那个药厂有一个特别的药 那个药本来卖13块5毛美金 他买下来以后 马上把它涨到750块美金 一颗药 一颗药从13块5 涨到750块 涨了50几倍快60倍 这个人还很得意 可是他不因为这个涨价坐牢 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 你要买 你要用到 你就出钱买 你没办法买 你就认命吧 他是因为违反政交法 被关起来 那他当时还没有被关的时候 他曾经这样子说过一句话 他说 没有人愿意说出来 没有人以他为荣 但是这是一个资本家的社会 一个资本家统治的资本体系 所以这是21世纪的事 我们要了解 资本主义的本质掠夺跟剥削 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的根 我们可以追到棉花农场 包括非常多的财经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农场的帐簿 这个作者 写这个历史的作者 他们找了非常多的文件 我猜他找农场的记录 都有一点特别的用心 因为这个农场的名字很好 叫做快乐山农场 各位看这个帐簿的右上角 是那个农场的名字 各位看这个布子就知道 原来这个布子是卖的 是农场是一个大生意 这个出版商是把它字式标准化印出来的 这个写历史的作者找出来 整个经营农场 是有刊物的 有书的 交农场主要怎么样去 最大获利最大化 包括黑奴可以抵押贷款 还有折旧摊提 所有这些制度 并不是我们现在 21世纪的公司要做的事 他们黑奴是折旧可以摊提的 那杰弗顺他盖的他的大庄园 现在是美国的古迹 就是抵押了他100多个黑奴 去贷款来盖的 所以各位看这个帐簿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人名字 然后这是他的年龄 最老的70岁 最年轻的在底下 六个月大 六个月大有价值 75块 在年初的时候 长大一点的话 可以涨到100块 然后中间大部分的年龄结果 都是二三十岁 黑奴的平均寿命 七年就会被超死 那他还是要留着某一些老人 比较听话的老人 他的年龄结构的老人 是累积经验 帮助农场主人去管黑人的 所以光从这个帐簿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讯息 现代管理有非常多的概念 是源自于压榨黑奴 所以这个Michael Desmond 是另外一位学者 他写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就像今天的产业巨人 我们到21世纪 我们还是看得到 跟当年的农场主一样 他们非常明白 从每个工人榨出最大的奴隶 他们的利润就会爬升 所以他们透过开发精准记录系统 并不需要Big Data 并不要现在的高科技 一样他们可以开发精准的记录 黑奴的工作的系统 密切的输入 注意输入与输出 来了解黑奴的生产力如何 所以整个奴隶制度 他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 还不至于此 我觉得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 连他们的哲学家 都替这个奴隶制度 提供了科学哲学的基础 其中最有名的人叫做康德 康德写理性批判的人 但是他也写下来告诉我们说 人种的能力分很多层次 最差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康德认为他们是不可被教育的 是不受教的 那我们中国人 作为中国人 我们到底是不是该比较高兴呢 因为在康德的眼中 我们比美洲的印第安人 比黑人都高一点 我们是在康德眼中第三等人 康德眼中第二等人是印度人 他们觉得印度人比白人差一点 这个可以学艺术 但是不能学科学 这是康德眼中的 所以我们回头去看欧洲的历史 整个这个奴隶制度 从16世纪一直到这个19世纪 南北战争表面上把黑奴全部都解放 可是到今天我们还留着有关掠夺剥削 非常多的残酷的事实 除了美国之外 英国也有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 叫做Edward Baptist 这位学者 他是一位这个Carnel大学的教授 他写了这个附在底下 各位看到有一个link 是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是一个 一百多年的英国的一个 非常有地位的这个经济学的坎武 这个经济学人的文章很难得 我几乎从来没有看过 有文章被撤回的 这是经济学人的 撤回对一本黑奴史的书 的书评评论 撤回的道歉启示的连结 大家有兴趣可以到这个连结去看 经济学人的道歉启示 这个经济学人的道歉是这么说的 他们在评论这个书的时候 什么书呢 这个Edward Baptist这位作者 写的有一本书 书的名字叫做 有一半没有被说的历史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什么历史呢 就是关于奴隶制度 以及美国资本主义 是怎么起来的 有这么一本书 那这本书 经济学人就写了书评 书评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经济学人在道歉 他的道歉启示里头 写下来了 说Mr.Baptist 这个Baptist先生 没有写一本客观的奴隶史 在他的书里头 几乎所有的黑人都是受害者 几乎所有的白人都是坏蛋 这是经济学人 道歉启示里头 说他们承认这句话 他们说错了 换句话说 他们承认在奴隶制度头 几乎所有的黑人都是受害者 所有的白人都是坏蛋 那这个作者 经济学人在9月5号 登了道歉启示 这个作者在7号的时候 就写了这篇文章 告诉我们他的感想 他觉得经济学人这篇文章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 因为虚拟者不单是邪恶的坏蛋 他们也承受庞大的压力 什么压力呢 自由市场的压力 自由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会让人变得那么邪恶 会制造我们永续发展目标 解决那么多的问题 我们下一次再报告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吻 扶持人家 � KYC